大家加油 这里是宝贝潜能发展中心 其实协助非常多的身心障碍的幼童 来进行早聊 尤其是希望能够呢 让他们尽快的学习生活的自理状况 但其实呢 许多重症的孩童 他们各自的症状并不太相同 所以就透过特殊的辅具来协助他们 我们请督导帮我们讲解一下 像这个宝宝呢 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学习的症状 那这个辅具是如何辅助他 那这个小朋友他目前呢 是因为他肌肉张力比较低 那他需要练习他的肌耐力 那我们这个是站立架 站立架主要就是让小朋友 就是有一个辅具可以练习他站着 然后协助他站立的时候 可以练习下肢肌耐力 那我们的站立架都会根据小朋友的身高 还有他需要站立的角度 跟治疗师做讨论之后去做调整 所以这个宝宝现在其实是站着的状态就对 对那他是需要这个辅具去协助他 因为他没有办法自行服务站 或者是独立站 那我们在他练习站立之前 我们就会让他先做这个练习这样 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这位宝宝 他的这个辅具也是蛮特别的 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如何协助宝宝呢 好那这个辅具他叫做摆位 那摆是摆动的摆 然后位置的位 我们就是希望小朋友在坐的时候 能够摆一个漂亮姿势 因为其实他的话没有办法 独立做在小朋友学习以上 那如果把他放在摆位以上的话 他可以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姿势 避免他的一些就是变形啊 或者是说不良的姿势 产生对他身体的影响 那摆位的话我们也是根据 每个小朋友会做不同的 比如说宽度啊高度 或者是桌面高度大小的去做调整 这样子 那接下来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各自不同的 好像很多是特轮的部分 那这个的话 他其实就是一个移位的椅子 那小朋友 这位小朋友他的程度 就是他可以自己坐着 那他目前在练战 只是说他没有办法完全靠自己移动 那这个的话 他是方便老师在带他移行的时候 可以有轮子可以移动 那我们会加装就是安全带 骨盆带的部分 去保护小朋友的安全 那当然小朋友的高度包含脚的高度 然后椅子的高度 座位高度都是根据小朋友的身形 请治疗老师帮我们做调整 对对 是那再来看到 这个是特轮的部分了吗 对这个是特轮 那特轮的话 他其实是就是特制轮椅 是根据每个小朋友去做一些 调整跟打造 那比较特别是因为特轮的小朋友 他们其实可能 做跟移行的能力又是更弱一点点 那我们会需要特轮去帮助他 有一些好的摆位 那比较特别是看像特轮的小朋友 他就会有这个 这是胸带 就是会协助上半身固定 因为他如果没有上半身固定 其实他可能就会滑下来 对那他也会有他自己的骨盆带 就跟这个一样是保护安全 不会滑落 那也会有所谓的桌子 那桌子其实是 帮助他们在上课的时候 也可以参与课程 所以我们就是小朋友 只要上特轮的话 有上桌子老师 不管是在课程中或转换时间 就是会给他们 至少一些操作的玩具这样子 所以他需要身上有绑起来 跟这个稍微让他不会滑动 对那个胸带 其实是固定他的上半身 让他不会就是滑下来 因为其实滑下来的话 他摆位也不漂亮 那也会不安全 OK好 对 那这个部分 这个桌子蛮特别的 那小朋友是几乎站起来的状态 对那这个其实也是站立架 那他跟前面那个不同的话 他是前趴式 可以看到他是有一个 往前趴的角度 那往前趴的角度 或者是他站立的时间 这个也都是要跟治疗师讨论 那跟每个小朋友的能力状况 或者是他需要练习的目标 也会不一样 那我们使用的扶具 也会不一样 我们有点好奇 为什么小朋友需要特殊的 这样趴的这个动作 来让他的脚能够有伸展吗 因为这个小朋友 他也是在练习站立 那前趴的话 有可能就是治疗师 会根据他的张力状况 这个小朋友 跟前面那一位 站站立架的小朋友 不太一样 他是张力是高的 对所以他如果 就是前趴的话 可以协助他可能就是不会往后躲 因为他如果张力起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控制 是会危险 如果他会往后倒的话 所以这是一种练习站立的一种扶具 对这也是练习站立的扶具 那另外最后我们看到 这个也是相当的特殊的一个打造 这个功能的部分 这个也是特轮 那一样就是我们会有 就是左右的这个协助 那一样有胸带 然后骨盆带保护安全 然后像你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 他脚踏的部分 跟前面那个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会根据他的身高 那这个都是可以做调整的 对 所以这个大概可以 他从几岁做到几岁呢 原则上要看小朋友的生长速度 因为学龄前的小朋友 他跟成人不太一样 成人可能大概到国高中就定型了 但小朋友他们每个 可能甚至三个月 他就会长高或长胖 那我们就会定时请治疗师来 协助帮我们检查说 这个小朋友的摆位 或是特轮还适不适合他用 或者是需不需要调整高度这样子 所以其实每一个小朋友 他们的这个可能症状不太一样 那要用不同的这个所谓的辅具 或者是特轮来辅助 那他们这个金额 是不是真的也比较贵 因为是客制化 我们的那个辅具 其实都蛮贵 尤其像是特轮 他可能是 可能有时候一台 可能就要造价 可能就要六七万块 对 所以会不会是家长部分 我们协会这边 也是会来协助就对了 对我们会协助他们去做申请 或者是说 因为通常一般申请的话 不一定会有当下就有适合小朋友 那其实我们就会比较着急是说 因为六岁以前是黄金着了 所以他如果可以越早使用符具 其实对他们的练习是越有帮助 那如果没有办法当下接到 我们会请治疗师 是不是能够自己先简单做一个 可是其实对他们来说 并不是最适用的 但因为单价其实都比较高 如果要请家长购买 可能也是也会有一个困难 所以我们就在协会中 就是在他们来上课的时候来使用 对 做个训练 对就是由我们去协助他们去做申请 或者是说 看有什么管道可以租借这样子 对对对 是有听说有一个宝宝 他是刚来的时候 因为肌肉比较 身体的肌肉比较没有那么有力 所以他当时是几乎比较 身体比较软的状况 但现在进步蛮多的 对 你看他其实他张力比较低 但他头控的部分相等会比较不好 但他现在其实已经练习到 是他可以靠场自己做 哇塞 所以就是其实辅具跟老师的物理治疗等等都是 就是必须要有专业的协助来帮忙 对对 因为他们状况比较特殊 所以我们会希望是说 透过专业的协助 然后让他们就是做练习这样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